如果你的大便呈現 XO 或是 XO 這個你就要當心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昙寒哥 今天的主題就是便便啦 每天幾乎都會大便 然後每天上幾次 到它的形態 四軟四硬 到它的顏色 到它的氣味 都跟我們健康息息相關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 會讓大家知道 藉由觀察自己的便便 來得知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 那其實醫健 對於這個幾天上一次廁所 它其實還蠻寬鬆的 簡單來說一天三次大便 到三天一次大便 這個 range 裡面都還算是正常 但重點是你要去觀察 這個大便的形態 譬如說如果你兩到三天上一次大便 但是這個上出來的大便都是順的 都是條狀的 都是成型的 那就沒問題 那如果它的大便真的是偏硬 有這個便祕的狀況 羊大便 那該怎麼辦 基本上大便如果太硬 通常就代表這個大便 它上面的這個纖維質太少 或是它待在我們腸道太久 當這個大便待在我們腸道太久 它這個水分就會被吸收 大便就會越乾越硬 就越難解 所以對於便秘的人 通常我們可以多喝水 多喝水可以增加大便的水分量 那再來第二點 多攝取膳食纖維 像這個蔬菜水果 或是全穀類的食物 都有蠻豐富的膳食纖維 所以有些人他蔬菜水果都已經吃很多了 我就會建議他說 你可以把你的飯 改成所謂的五穀飯 紫米飯 糙米飯 只要你在你的澱粉類食物上 多一些顴骨的一些特性 基本上膳食纖維就會攝取的多 那這時候你就比較不會便秘 那再來第三個可以建議大家的 就是這個多活動 多走動 多運動 當你走動 當你運動的時候 都可以稍微去促進你的腸胃蠕動 就可以減少大便 待在腸道的時間 OK 那反過來 拉肚子的狀況呢 如果一天上這個三次以上的這個廁所 而且都這樣稀稀乎乎了 可能就要有拉肚子的狀況 那拉肚子原因可多了 例如說像台灣人蠻常見 乳糖不耐 過高油脂的東西 攝取過多 也比較容易拉肚子 那其他原因就是一些疾病方面 例如說這個腸胃發炎 像最近有這個 諾羅病毒的流行 如果得到這個腸胃炎 就有可能會拉肚子 有些人他是所謂的腸躁 這個腸躁就是他不一定有什麼感染 每次感到壓力的時候 都覺得腸胃蠕動加速 就容易拉肚子 就是所謂腸躁的狀況 所以拉肚子的原因 他就變成白白種 所以如果拉肚子真的影響到日常生活 還是找醫生檢查一下比較好喔 OK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到重頭戲 大便的顏色 基本上大便的顏色 如果是黃核色 棕色 綠色 都算是正常的 當然有些人他突然看到綠大便 他會嚇到 那其實綠大便在醫生的研究都還OK 因為有時候就是跟你腸道菌蟲有關 例如說剛拉完肚子 或怎麼樣腸道菌蟲 稍微改變一下 可能大便會突然變成綠大便 那之後如果又回到黃核色 其實這基本上不用太擔心 如果你的大便呈現黑色或是紅色 這個你就要擔心了 其實不管是黑便還是血便 都是我們腸胃道有出血的一個暗示 那這兩個不同點是 黑便通常是你的上消化到出血 就是你胃以上 假設你是食道或胃出血 這個血塊 他經過這個胃酸作用之後 他就會變黑色 那有一個例外狀況 就是你吃了什麼米血糕 豬血糕 那個黑便那個不蒜 那再來如果是紅便 這個血便的話 你就要注意是不是 就是你的下消化到出血 通常如果是你的大腸直腸出血 然後這個大便就可能會變成 這個磚紅色的便 甚至血便 那常見的下消化到出血 有哪些例子呢 例如說這個大腸直腸癌 另外也有一些蠻常見的原因 像大腸的氣勢炎 或大腸的息肉 那再來最常見的原因就是 這個磁瘡 這個磁瘡它在肛門口附近 所以其實很多人他看到這個紅便 血便非常的害怕 結果一檢查發現 只是磁瘡破裂出血 OK那再來還有一個比較罕見的狀況 叫做解白便 這個白色的大便 看到你可能會嚇到覺得很可怕 那解白便也是這個人體生病的一個徵兆 大便它之所以會這個呈現這個黃核色棕色 是因為裡面有膽汁的成分 膽汁在經過我們消化到的一些菌蟲作用之後 總是解出來就會是這個黃核色的大便 但是今天如果你的膽汁遭到的堵塞 膽汁沒有辦法往下排到你的消化道 跟你大便做混合的話 那你的大便就會呈現白色 所以常見有哪些疾病 例如說這個嚴重的膽結石 那再來更嚴重的像是譬如說膽囊癌壓 胰臟癌壓 或是某些部位的肝臟腫瘤 如果大家有大便 突然變白就要特別注意 是不是膽道系統出了問題 好的那甲王這個顏色 我們講一下大便的氣味 那當然氣味這個東西就比較主觀一點 像大部分都覺得自己的大便不會臭 別人的大便都很臭 但是其實客觀上還是有某些食物 它可能會比較增加大便的臭味 特別是那些流化物比較多的食物 像這個什麼洋蔥 韭菜 大蒜 或十字華克類的蔬菜 或是紅肉類 那另外如果說喝比較多酒 或是吃比較多奶製品 在經過消化之後 這個大腸的菌蟲作用之後 都有可能會讓大便變得更臭 OK 講完大便 我們稍微進個工商時間 那浴室是一個潮濕又溫暖的地方 非常容易支撐細菌跟黴菌 那除了肉眼看得到的黴菌黑點之外 空氣中也可能散佈者 像大腸桿菌 金黃色葡萄球菌 或是沙門氏菌等等的細菌 那其實這類細菌黴菌 有時候會形成過敏源 有時候會致病 所以其實大家如廁完之後 都建議這個肥皂濕洗手 那其實也建議多清潔環境 可以考慮使用一些抗菌產品 來維持環境的乾淨喔 專為台灣預測需求打造的 趣味大師抗菌預測消臭劑 除了能長效防霉 抗菌力也升級了 添加日本天然植物萃取的抗菌成分 以森林淨化原理 抑制空氣中的細菌以及霉菌生長 那經過SGS檢測 能有效抑制大腸桿菌 黑霉菌 金黃色葡萄酒菌 綠濃桿菌 腸道沙門濕菌 綠木莓 以及糞腸球菌等九大菌種 抗菌力高達99.9% 那同時中和分解空氣中的異味 還原清新潔淨空氣 讓預測散發純淨氣息 而且這類型的消臭芳香產品 大家最擔心的就是 成分安不安全有所保障 聚味大師抗菌預測消臭器 不但通過SGS檢測 也沒有甲醛、定香劑、綠芽本等有害物質 還使用IFRA 國際認證的原料 讓人更安心 長效60天 淨味消臭又防美 只用完畢之後 還可以直接替換專利的消臭膠囊補充品 CP值高又環保 OK 那讓我們回到正題 如果我們一直處在細菌、黴菌 比較多的一個環境下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其實細菌跟黴菌 對於我們身體來講 它不但是過敏源 那它也可能會分泌毒素、致病 那在少數狀況下 細菌跟黴菌 也有可能會引發相對應的感染症 那其實我覺得 要比較注意的是 如果你有過敏體質 特別是你有氣喘 或異味性皮膚炎 或是過敏性鼻炎的人 環境中的黴菌 它常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敏源 會引發相對應的症狀 對於呼吸道比較敏感的患者 是會引發肢氣管收縮 會有比較嚴重的咳嗽、夜咳 甚至喘起來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環境中的 不管是細菌跟黴菌的量 都要特別注意 OK 那最後就來給各位一個小提醒 要怎麼樣去維持我們的腸道健康 那其實腸道健康 就跟腸道裡面的好菌非常有關係 那想到好的菌 大家第一個都會想到益生菌 那其實我覺得更根本的 反而是你這個食物上的選擇 這類好的食物進到我們體內 常常都會使大腸菌相變得比較好 那反過來講 如果你吃比較多這個油炸的食品 比較不健康的食品 然後常常你這個腸道菌相就會混亂 所以我覺得根本上還是健康食物的選擇 那再來補充益生菌 我覺得可以把它當成輔助 那其他的例如說充足睡眠 運動這個就不用多提 它當然對我們這個腸道菌相的建立 也會有非常好的益處這樣子 OK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啦 那最後還是要來感謝本集乾爹趣味大師 最近天氣門熱常下雨 這款趣味大師抗菌預測的消臭劑 可以輕鬆達到防媒抗菌消臭方向的目的 有興趣的大家都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